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华县政府既已向中央政群补助经费 推动并完成僻贱陆安桥 前接西边快速公路桥下道路 1号上午举行通车仪式 张华县长王惠美 江南部公路局 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长谢骏雄等人都请来参加 未来乡亲可以减少12分钟的等待 不用绕路就可以直接上西边快速道路 热闹的剪彩仪式宣告张边路港工业区 南边路安桥连接西边快速公路桥下的道路 正式通车 未来乡亲开车从路安桥到台61线 不用再绕一大圈能省下12分钟的车程 要绕了大概12分钟的一个路线 那这一条路线在中央跟地方起薪协力 总共经费花费了1亿1777万元 中央补助了7100多万 现政府谢谢议会的支持 也拿出了4600多万 那把它完工 那完善了之后 对于我们张宾工业区进出的卡车也好 游览车也好 通行会更加的方便 那我们说身体要好 费路要通 竞争要好 交通也一定要通 我相信这个张宾的这个 行街道路通了之后 对于我们工业区里面进进出出 一定能够造就更大的伤机 另外陈秀宝表示 张宾路港工业区 进出只有一条路 上下班尖峰时段容易塞车 现在有了这条道路 能让乡亲更加便利安全 谢谢我们沐安潮 来联系我们台六十一线的 这个工程的通车典礼 那非常感谢 我们交通部这边经费的益助 能够让这一个交通改善的这个计划 能够尽快的来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张宾工业区里面呢 出入的人车是非常的多 有一个这样子的改善的计划 来协助我们交通这个庸涉的情况 那相信对我们 不想是我们的公司的大型车辆进出 还有我们员工上下班 那个安全度都可以提升 在中央及地方同心竭力之下 总工程经费一亿一千七百七十七万元的 道路工程顺利完工通车 不论是对地方发展 节能减碳都有很大的帮助 也能创造更大商机 海坡专家新闻林桂英 陆港采访报导 东市高工为餐饮服务科学圈圆梦 历经五年多的努力 并分三阶段 向教育部国民级学圈教育署 以台庸市政府教育局争取经费 终于在近日 完成台庸市山城第一间 具备丙级简定资格的烘焙教室 接牌启用典礼当天 特别搬离台庸市国中教师 烘焙西点去做研习 一同见证东市高工 开启烘焙制作新风貌 正式接牌启用 东市高工为餐饮服务科学生圆梦 历经五年多的努力 并分三阶段 向教育部国民级学圈教育署 以台庸市政府教育局争取经费 终于在近日 完成台庸市山城第一间 具备丙级简定资格的烘焙教室 接牌启用典礼当天 特别办理烘焙西点去做研习 等一下我们直接用好话去发酵的时候 直接倒 学校提供有这个发酵箱 搅拌器 烤箱最主要有八组的这样的一个人次 来实习来练习 那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场域 最主要我们餐饮服务科的学生 每一年都要舟车劳顿到屯区来考试 那未来能够就近就地来考照 这样可以让孩子对熟悉的环境 有比较高的通过率 今天我们研习的对象是 所有东市高工学区的国中 特教老师特教组长 针对特教老师是因为我们这里有特教生 让国中端的老师很放心把特教的学生送来这里 有多元化的学习 东市高工烘焙教室有宽敞的空间 完善的设备 通过劳动部劳动发展署 技能检定中心的审查 成为丙级合格检定场地 未来除了能提供东市高工 餐饮服务科学生上课使用外 也能提供中章头地区烘焙食品丙级考照使用 之前是综合职能科 然后现在改成餐饮服务科的话 符合我们特教学生的需求 因为他招收的学生是 轻度跟中度职张的小朋友 对那我们学校有 目前有这样子的小朋友 他的升学方向是一个选择考量之一 这边的测碑非常好用 我未来想要做个烘焙式 我一开始学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困难的 多念几期就慢慢变手机了 台湘市教育局表示 东市高工崭新的烘焙教室 能让学生免于周车劳顿 或因为经费问题 没有办法参加考试 中台科大食品科技系教授 郭炯春泽指出 这是厚峰及沙沉地区 唯一的烘焙简定教室 对于在地技职教育 跟技艺的水准提升 将有很大的帮助 台湾中央新闻 许子洋 东市参谎报导 已经有101年历史的 台湾铁路管理局日南车站 与同名的JR九州日南车站 一号在台日多位代表建设下 共同签署地结为姐妹车站 台铁局表示 这是台铁第五个 与日本铁道地结的同名车站 不仅促进台日之间的铁道文化交流 也期盼带动双方铁道观光 注定地方发展 用湘鼓伴随合唱 融入日文歌词 欢迎有人前来 已经有101年历史的 台湾铁路管理局日南车站 与同名的JR九州日南车站 这天在台日多位代表 与地方相亲见证下 共同签署地结为姐妹车站 看到我们好多好多的镜头 以及铁道迷 JR九州日南铁路 日南车站是在1941年的时候 当时是叫做自部自县五田车站 作为用这个车站名称而去开通的 有机会的话 就是希望台中的民众 又或者是台湾的民众 也都可以到日本的日南车站 去观光去看看 不仅仅是在交通上面 运动娱乐等等 我们都可以互相交流 做更进一步的发展 现场一同来见证 这个历史的时刻 台铁局主秘陈玉谋指出 JR九州日南县 位于宫崎县 全长88.9公里 全县共27个车站 是知名观光列车 海信山信主要运行路线 而位在台中市大甲区 1922年落成启用的日南车站 也是海信知名观光车站 台日车站 共同特色都在海岸线上 其实我们的日南车站 大家看得到 是一个木造的一个车站 因为它已经有101年的历史 所以它的这个历史 已经非常悠久 所以你们看 它是比较稍微比较老旧一点 所以我们在明年开始 会有一个重新再做一个 修复的一个计划 那我想铁道的这个地姐姐妹 是之后 事实上可以透过这个 两城市的更多合作 来强化我们在观光 文化甚至经济层面的一些发展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 昨天其实也跟这个宫崎县 有在做其他的这个交流 在市府里面拜会 那我们也期待后面 除了这两车站之外 两城市的相关的交流活动 也会陆续展开 台铁局表示 这是台铁第五个 与日本铁道地结的同名车站 不仅促进台日之间的 铁道文化交流 也期盼带动双方铁道观光 促进地方发展 开播庄新闻 许子阳 大甲参谎报导 江华县 飞渊乡公所旁的旧温生所建物 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 湘公所将内部诊修化后 今年七月 挂牌成立 芬圆卡打掐驿站 提供铁马族 中继修器补给站 现在湘公所将服务再升级 成立借问站 推出借问现在几点了 散布地图的几点活动 一起启动 芬圆借问站正式成立 在这里呢 借问一下 现在几点了的借问站 正式启动 这栋建筑原本是芬圆旧卫生所的闲置空间 芬圆乡公所将这栋历史建筑物整修活化后 今年七月正式成立芬圆卡打掐驿站 也陆续在这边设立就业服务台和自来水公司的服务据点 为了继续拓展芬圆的光光 湘公所把芬圆卡打掐驿站服务再升级 更推出了借问一下现在几点了散布地图的几点活动 这是要提借我们的观光的好家好生的地方 我们把交通部观光所申请一个金会 主要特贵一个活动就是 11月15日到明年1月31日 在我们的观光现在我们的地图有显示的这几个店 总共一二十个店 我们选三个点 把我们拍照打卡 我们就有精美的礼物来送给大家 厂长林世民强调借问站不仅提供旅游协助 也和在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串联起小舅们的台湾式热情 提供服务的人不再只是借问站的工作人员 更让在此相遇的在地人和游客感受到真正的在地热情 凯博中章新闻 张喜亮 芬圆采访报导 风源社造成果发表 展现山城永续前进亮能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国民法官的参与让这个司法的制度更公开更透明 我们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们需要的不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去激荡出一个新制度的推进吗 或许是各个阶层各个背景的声音 而且你自己可以提供你自己的观点啊 我会建议大家就放轻松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参与 我觉得还蛮棒的啊 我也觉得我一定要去当 现在收看的是凯博中央新闻 我是徐子洋 推动风源社区发展 风源区公所日前举办社造成果发表 像是中阳 联村和功劳平等社区 都展现了社区营造量能 推出一系列成果 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通过发表会 让更多社区居民认识自己的家乡 手拿看板为活动代言 风源区公所这天在郑青宫前广场 举办112年社区营造成果 以山城发光 永续前进为主题 要让社区走出来信销自己 我们凤原很多社区都有它的特色 包括联村社区 它就有玫瑰 音乐楼等等 让今天的这个活动能更丰富 能够透过资源的调查 然后成果的展现凝聚社区的活力 让这个社区能够继续前进 风源区公所表示 这次参与的社区有中阳 民生 联村和功劳平等社区 透过成果展的方式 介绍社区的产业特色和手工艺 希望透过实际参与和体验 把人潮带进社区活络经济 这代表我们功劳平流行花园 最有名的橘子西洞 那这个是用我们在地的食材 跟小农做出来的橘子所做成的 那我们今天是以这个为主 我们当然现场也有好吃的柴烧龙眼干 我们这个蒸汁竹子包 它吃起来就是外皮就像那个肉圆 这样子QQ弹的那个感觉 然后又吃到里面的那个竹笋的口感 台中市文化局也强调 透过社区营造成果展示 把人潮聚集起来 宣传行销更有利 而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借机活络地方情感 扰动社区 让营造工作能够永续发展 凯博中章新闻 陈阳员 丰元 采访报导 为了推广国产优质多元米食文化 以及神钢区农特产品 台中市农业局 辅导神钢区农会 在神马寺农场 举办神农幸福相遇 新有所属多元米食体验推广活动 主办当外表示 透过亲手体验制作米食 以及品尝的过程当中 让大小朋友认识传统米食文化 又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 让米食文化在活动当中 自然而然的传承 大小朋友们戴起了手套 体验手作偶柜以及搓汤圆的乐趣 为了推广多元米食文化 以及神钢区农特产品 台中市农业局辅导神钢农会 在神马郡农场 举办了一场认识传统米食文化活动 推广我们神钢的龙特产品 欢迎大家来奥乡盛行 把我们神钢的龙特产把它推展出去 我们的新广米是世界第一流的 吃了新广米就会跟羊球一样这么美丽 北爬爬又明明又有智慧 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多买我们的新广米 而且我们的鸡蛋也都是世界一流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都是大家都非常欢喜 除了让参与的民众 亲手体验制作米食 以及品尝的过程以外 主办单位还安排了神钢区内 12个家政班 秀出由米食制作而成的创意料理 每一道菜色除了独特之外 更具有宣导在地食材当即吃的意涵 每个孩子的时候用的东西 吃的东西大家呈现出来 让我们这些回味一下 所以我这些东西都是孩子的事 我就是有用了糯米 也有用了那个再来米 下去两种去混合 那混合的话一定要有芋 芋芋就是切块 切块状小丁状就把它炸一炸 然后跟那个虾泥啊 还有那个油葱酥啊 去下去爆香 加了调味料就是胡椒粉 很简单很简易 吃起来又很香的 主办单位表示 通过活动让民众了解在地的农特产之外 也要推广三药一不要食农教育理念 让参与民众从中学习尊重食物 以及重新认同农业价值 进而让农村永续发展及活化再生 延绵不断 台部中正新闻 陈阳源神甘采访报导 今年市秀水箱农会 创会100年 11月11号将举办隆重庆典 日前秀水农会 先来彰化县政府中庭 举办记者会 除了预告百周年庆的相关庆祝活动内容外 也针对农会回馈客户举办的抽奖活动 率先抽出智慧型手机等奖项 并预告百周年庆当天 将抽出最大奖 价值百万的进口轿车 为了庆祝秀水箱农会创会100周年 农会特地邀请秀水在地的创作歌手 来写歌祝贺 创会100年的秀水箱农会 存款额高达130多亿元 是县内少数存款超过100亿元的农会 再加上放款金额也高达90多亿元 除了信用部的绩效很好之外 在农业推广方面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我们的大米 这个生产很好 所以呢 我们总干事就用了一个叫做 好吃米 那我们这几年呢 拜托农会 拌了一个小果番茄 那这个 这几年来 我们的这个小果番茄呢 也都很好的一个成果 所以他用了一个叫做 救水经验 那可以说 这一次的slogan叫做 十载育金验百年创合 合价就是 合价米 跟你的经验的一个水果的品牌 秀水农会总干事表示 11月11号将封间举办庆典 农会为了回馈客户 准备了总价值超过1000万元的奖品 在县政府会先抽出智慧型手机等奖项 活动最大奖是一台汽车 将在百年庆活动当天来抽出得主 暗时啦 有一个暗花 暗花就是摩柴 摩柴跟请我们的彰化 彰化的一些歌手 金奖歌手包括 翁立友 阿公阿嬷是在我们买认 秀水买认 还有陈蕾 几个歌手那天晚上来做表演 当然是奖品非常丰富啦 农会强调 11月11号的百年周年庆活动 内容相当精彩 邀请到多位居民歌手来表演 丰富的莫彩奖品 以及在地农特产的展授 欢迎各地乡亲一同来共襄盛举 凯博中章新闻 张其亮 彰化采访报道 今天的科研晋升区单元 亚尔嘉大丹是克宇 通过镜头一起来学习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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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将自己的小孩带回家去管教 意思是说别自作主张爱管贤事 举例来说 小華看到同事吵架 想要去做何事了 但小張勸他不要愛管閒事 國人家自願國人家 免得惹禍上身 變成兩邊不適人 要把天外國念一拜 國人家自願國人家 按自小 長內了 降到全民國防 神光公所與部隊合作 設計闖關遊戲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你以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實這些都是毒品 新興毒品以可愛包裝 混入多重毒品 讓你降低戒心 小心這些 會嗨 會嗨 好奇儀式 青春儀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今天來到這古色古香的地方 要帶大家遠離成效 嘎嘎嘎 蚊子這麼多 小心感染燈隔熱 大家一起來清除自身原 盆栽底盤 寵物飼料容器 要經常刷洗乾淨 避免溫暖附濁 屋後溝 屋頂排水槽 每周清理 不阻塞 菜園除水桶 要加鈣 不使用的桶子 要導致晾乾 避免再次積水養紋 瓶瓶罐罐要倒乾淨 再回收 預防燈隔熱 清除自身原 大家一起來 Action 歡迎繼續收看凱博中央新聞 我是徐子洋 倡導全民國防的重要性 台中市神岡區公所 日前在神岡順天宮 舉辦一場 五八來照 神力周到活動 在五八炮指部 和陸軍特戰部隊的協助下 安排一系列闖關體驗 為國防安全教育 向下闪根 在台中市民政局長 帶領下眾人向七府大人 請安祈福 這天在順天宮的廟前廣場 舉辦五八來照 神力周到活動 要來宣導全民國防安全的重要性 來宣導我們全民國防 所以今天我們五八炮指部 還有神岡的特戰中心 都有請很多很有意義的攤位 我們希望兩岸和平 但是我們自己也要有國防意識 為了吸引民眾 神岡區公所這次和五八炮指部 及陸軍特戰部隊合作 將硬邦邦的軍事訓練 規劃成親子體驗闖關 像是散兵結神教學 和九宮格投擲技巧等等 需要透過寓教娛樂的方式 吸引大小朋友的目光 今天的全民國防活動 我們結合了親子 有DIY還有各項活動 都把金州的元素都把它納進來 讓我們大家更了解國防意識 要玩是哪一個 飛機 除了活動體驗之外 現場還有台中購物節等市政宣導活動 以及在地美食的攤位巡禮等等 希望透過輕鬆熱鬧的方式 讓更多民眾提高國防安全意識 開播重章新聞 陳陽元 沈剛 採訪報導 南投四鄉鎮首長及日館處 日月潭觀光圈聯盟等全部到位 台中渡客單位也到場站台 陣容龐大 日前來到人潮最多的台中烏日高鐵站 一起為秋冬旅遊宣傳推廣 行軍副院長鄭文燦 因為路過意外被捕獲 也到場站下 南投四鄉鎮首長以及日館處 日月潭觀光圈聯盟等全部到位 台中多個單位到場站台 陣容龐大 來到人潮最多的台中烏日高鐵站 一起為秋冬旅遊宣傳推廣 親近的火把節 我們魚子鄉紅茶以及我們最近要在國姓鄉搶成功 保利最近正在熱烈進行當中的巧克力咖啡節 以及年代包括有做三片 以及我們平埔族入埔兩百週年 一系列秋季噴發展的活動 三個軸線包括日月潭的軸線觀光圈的軸線 包括我們親近河溫山的這個星空軸的軸線 還有我們在國姓的藝術溫泉軸的這樣一個軸線 所以等於是軸線上的一個匯聚 那我們的農特產又特別的多 那另外我們也是全台灣好行 陸網最多已經超過十條 我們現在也推出了所謂南投好行卡 只要買了這個好行卡都打到五折以下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因為路過意外被捕獲 也到場讚聲 現場也擺攤 展授蒲里 魚池 國姓 仁愛 四鄉鎮農特產品等等 吸引了不少大車民眾來採購 南投鄉 普里鎮 仁愛鄉 魚池鄉 國姓鄉 四鄉鎮聯盟也是觀光重鎮 共同打造區域旅遊品牌 期盼能夠成為台灣版的升隆道 四鄉鎮聯盟成立至今已經有四年 那麼每一年我們會共同推動這一個活動 不管在文化 經濟 觀光 農業方面 都有很長足的一個進步 觀光一定會從台中市國際機場 一直聯盟到南投四鄉鎮 所以我們會透過我們台中市直轄市 帶領所有的國際客人跟國內客人 從台中 南投我們一起拼觀光 觀光署要很努力跟大家一起合作 到國內外去行銷 把我們所有的遊客都吸引到我們中部 我們中商頭來旅遊 台灣觀光逐漸活絡 南投四鄉鎮打群體站來推廣 期盼帶動實際的觀光效益 要將人潮成功引流 讓商機回溫 凱博中章新聞陳陽元台中採訪報導 江華縣西鄉公內社區 辦理產業文化活動 特別安排令草編織 彩繪波浪谷 夏田割稻等多元體驗 透過活動 讓民眾可以重溫 早期農村生活的樂趣 縣西鄉公內社區辦理產業文化體驗活動 透過多元體驗活動 帶領鄉信再次重溫早年農村生活 掛圖 做工廠 做國外DIY 對 讓一些民眾來參加 讓他們有作為我經驗 這次產業文化活動 共結合令草編織 才會波浪谷以及割稻體驗 都是相當具有農村色彩的活動 因為令草就是我們山塞 高來社區很古早的古文化 所以我們就經過地方創生 把它找出來 然後再推廣 再來就是自古DIY 因為自古我們山高來也是有很多 老匠師 黃成湖也很有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玩到真正的古 我們用那個小的古 小林古讓小朋友去做體驗 那我們今天的重頭戲是放在 我們有做那個傳統的割道體驗 也有吃到骨飯 也有實際割道 然後打鼓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活動會很精彩 那主要我們是配合 產業文化活動這個區塊這樣子 林靜行總幹事表示 餐業活動的重頭戲就是 夏田請自割道 然後食用人工脫殼機 最後大家一起吃割道飯 來為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完美體驗農村的首歌樂 凱博中章新聞 夜放於限期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 帶你來關心中台灣一周氣象 我是許子洋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我們下一個月下一個月的 現在在這個月下一個星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